无敌党 明明桑 大家好 欢迎收看8月15号的大台东地方新闻 我是高双双 新一开始带你来看到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 连带造成国人平均寿命下降 内政部公布了111年检疫的生命表 国人平均寿命79.84岁 其中台东线为76.46岁 差距了3.38岁 卫生局也指出了近5年平均的增幅全台第二 未来将以强化医疗救护资源来补足偏乡的医疗不足 台湾城乡发展差距大 尤其医疗资源能力不均的状况 使得东西部县市出现健康不平衡的现象 而根据内政部公布111年检疫生命表 各县市平均寿命而言 以新竹市81.72岁最高 最低则为台东县76.46 两县市就相差了5.26岁 台东县卫生局表示 从各县市平均余命观察 与110年比较 所有县市平均寿命结尾下降 而台东县去年受疫情影响 新冠状肺炎死亡人数增加 及人口加速老化 平均寿命依然时平 111年国人的平均寿命为79.84岁 台东县与此标准就差了3.38岁 较前一年差距4.22岁已经逐步缩小中 另外近5年的平均余命增加0.97岁 征服全国第二 卫生局说明针对提升台东县平均余命相关议题 成立跨局处专案小组 就医疗资源提升特殊疾病预防 意外事故防治 交通水域安全 提升婴幼儿及长辈照护等面向 列为优先解决议题 另外也邀请到专家辅导 着手死亡个案回顾 制定可行的方案 为了提升县明的寿命 台东县朝强化医疗面向努力 引进医学中心医疗团队资源 前进南回、偏乡以及离岛 而11家卫生所5G远居看诊 全国首创40岁乳房X光摄影检查 以及6项癌症筛检 记者杨子轩总和报道